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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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佛教是一种纯粹的心 力量帮助众生 不是一种老习惯 老习惯就像一个老国家没落了 这样是对佛法不慈悲的 对众生不好 所以老义工不能管东管西 所以我们是服务众生 不是管众生 如果没有这个动机的话 不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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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边有护法菩萨的 所以就来给刚请你们注意 我们是服务众生的微笑 千万不是命令 这一点请记住 你可以不用来 但是不能在这边伤害一个出来的人 加入个人意见太多了 因为我们是在圆满佛法 不是圆满个人的想法 所以在这一点要很强烈 很强烈 所以我们以前在别的地方租一个房子 老习说 结果买了处处 每天都在打扮 说本来要照顾那些人害的 你叫人不要来 你现在要怎样 要做不? 又要收不? 他说毕竟不要收钱 这有力 聚 可能等你变好才来收 好了 对不对 那是众生找的地方要去照顾 你叫人鬼不要来 所以你若说祝无钱 你若说祝无钱你若说祝无钱 你若说祝无钱你又想要做什么 所以有时候他们不懂 不懂你也要给他改善 要给他改善 那如果不然就他会隐瞒了 因为我们是要来利益众神 不是要来扮一个赌场贪钱的 不是在做生理的 是要去奉献的 这样啦 这个观念要向他们交代 当然你不要跟人收到他们喷喷喷 说这要收 你要看总控 不然点一支兄弟也没关 你不要收到这样 应该说呢 这对你有理应呢 非修处了 应该说 要看总控 有心就好 没人要点一支兄弟也没一杯水嘛 有那个心 重心跟照顾是那个心态的要紧 没人要点得饮喷喷喷 那我们师父说的 你还要害我 所以 那这一点各位要有散笑方便 没水也没关系用水 没水也没关系用心 对不对 一个米也OK 那是一个观念的问题而已 所以这个佛教里面 不用钱也要很客气 这样啦 不是说不用钱我们就对 有钱要做什么都要按照佛法 所以我们以前很多寺庙说 那纳古塔三万块 我说你不要讲钱 你讲钱那刚才来是你如果说你还给他收三万块 我们到场所有纳古塔排位 念一下不准收费 说就好呢 你没有我死了你还在收费 我稍微不注意他就开始收费了 那支一万 那支我都资不住 爱钱的最后都没好下场 因为我们是修行人嘛 但是你怎么说不要钱 我来两天前来删一刀大刀 我只能拖你收拾就收到不知道了 那你贪也不行 你删那些 你是删有众生没关系 都删你们家的 每天都删港厂 那这也是个贪 那你等于浪费纸 对不对 虽然一张刀 白尾过多少钱 但是也是浪费 十方财务一针一线都不能浪费 那这一点各位还是要按照佛法 所以每个人过去在无名的时候 都有做错 所以要每天参会 每天参会 像各位在写牌位 我哪里的房间我都跪了下 我都跪 别人我也跪的写 因为我师父说 找你的就是供业 跟你都关联 你还参会 你不是说我处理你也不是 那都是大家供业 不然你处理处理不对 我们来找你 然后替他参会 自己也消业障 但是因为你没有惭愧心 那你就会自以为是 老实说 没有达到成佛一百分的阶段 还是小心一点 不能用自己有分别想法 十地菩萨都会掉下来 为什么 因为你还没有到那个阶段 所以一定要 就近度众生 你要用佛的想法 要成佛 但是没有成佛呢 依经典而说 依经典而说 这样就不会出问题了 收百威 三百威要钱吗 佛经没有说 点点要钱吗 佛经没有说 所以到场最好也不要有太多功德主的观念 有钱都对 那这样 不对 公的主是有公的不是有钱 钱有法度帮助做公的 而不是 现在我们的末法 靠钱的驾头经 越有钱的驾头经 我们是互相利用 我如果没有驾头经 他后来不会来 他也不会来做仪工 所以我就要用 这种动机都不对了 怕这个育工不来帮忙 开车你没有让他驾头经 后来不会给你开 后来不会给你出钱 那这个观念都已经失去佛教了 灵缺勿滥 所以我经常跟各道长说 每一边在乞书 不要大家都同样 我每一边看都生一生人 你也让别人有机会 每一次寝室最好不一样 每个人走来走去不然欢喜 这个观念要有 你说这样有对不对 会给你自己报名 我要乞书 免质 扫免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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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站着头经 那比较有力 所以佛法还是要按照佛法的道理 一种尊重 出钱当然有功德 我很谦虚 我出钱给 我来做义工我很谦虚 那我们是这个敌 这个敌而被尊重 而不是钱被尊重 不然的话这个佛教会变成末法 这个末法就是听权势的 那你这样就没佛法了 佛法变成政治的工具 变成金钱的工具 那基本上就没有佛法 你说今天过去 立法委员 这个考虑 这个考虑 快去叫他上香 快去叫他贵 去参会 动机不一样 这个大条 这个要落地了 快给他参会 但是如果穷于应付世间的 这些人士呢 有不对 所以这点当然要拿捏的 非常清楚 你有听到吗 后来你都要做朱祁 你都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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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要做信徒 你没想到做朱祁 你就没可能成功 朱祁不过是个小小的一个什么而已 但是你要贺丹如来家业 你要有承担 你必须要承担 你别说我都一个来一个去 一个来一个去 那这样对你帮助不大 那所有的佛法的功德 是我们对三宝的信心 一句阿弥陀佛也好 念个心经也好 做一点点的放生也好 一点点布施也好 这个都是依止于三宝的教界而去做的 而不是我喜欢 我不喜欢 现在很多人说 我不喜欢放生 那你不是佛教徒 因为佛要我们救护所有生命 如何把事情做得更好 而不是否定 救生命的重要 我不喜欢持座 我不喜欢念佛 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 那个都不是归于三宝了 归于什么 归于自己的想法了 归于自己的理想了 所以你就得不到佛法的利益 一个学乎的人 你似乎在疼 然后你虔诚的归于三宝 一唱会好奇 那不是叫感应 怎么会好奇 本来心情一阳一阳 然后念阿弥陀佛以后 我怎么会快乐 不知道在快乐什么 这种的快乐 世间的快乐没得到辟 我怎么是基督世界的快乐 坏气穿万 因为你感受到极乐世界的 所以各位你念佛 详经修行 不管你做什么想 要有这个感应 有些人跟我说 阿叔我拜荣宏宝惨 越拜越惨 今天打背都不好 你动机有问题 因为你没有惭愧心 虽然里面的文字这么美 写得这么好 这个忏悔不在你内心里面 你还保留了你一个方块 然后保留这个范围 我要骄傲 我要如何 我刚才这些事情 我没顺 我就要安装 那你没有诚心忏悔 你要知道 这个梁皇宝惨是针对女人的称慧嫉妒心在忏悔的 梁武帝的太太为了她的这种对三宝因为她是拜这个话书 梁武帝是拜这个话书 梁武帝拜的是宝治禅师 宝治禅师这些人 就是不修蝙蝠 跟她借宫这样 那这个皇后就 就胎子这么高了 特朗要把蝦夹在那里面 要它害就对了 宝治禅师有神通 它召下去 特朗要召下去 召下去 召下去死高了变得多高了 那皇后就很高兴 皇后就是还要海西宝治禅师 要扶她的改 这样下地狱 还这样 皇后又嫉妒 哇 看到皇帝也好女妻这么多 她都在那里面在拜佛 不知道 因为皇后是认真的在拜佛的 但是她不是用心拜佛 她是用外表求佛 又哪一天一出去才知道 哇 原来这个皇帝外面女人那么多 三宫六缺 她就开始跟台 知道吗 不错就找你跟台通盐中 一般是把柵柵柵柵浸在盐的水缸里面 这个就是为什么她做大蟒蛇 把她浸在里面 浸在里面 沸在里面很痛 对不对 皮肤浸在盐水里面很痛 所以这只大蟒蛇 整个磕里面都会有细菌 在咬到要死去 各位你不要羡慕那个大动物 那个大鲸鱼 旁边有很多鬼在咬 所以它不能不游动 它不游动就是痛 像那鱼 那鱼你点点在那里 那个牛已经就来了 你知道吗 顶到它走不路 所以这个水牛一定要赶快炒到水里面 这样才不痛 那是柔形的你看得到 柔形的也是在咬 所以它一直要游 一直要游 一直要动 一直要去 不然后面就一直追它 所以 那这只蟒蛇很痛苦 我才托梦给梁武帝 梁武帝不知道 拜托保之蚕食 帮我梁武帝 写下这一部梁皇宝燦 那我们大家都拜到 腿软手软 不知道好啊不好 这里面拜托 嘴变梁皇宝燦 大家也在拜 那在拜 我怎么在伴 你没对理心里面 参会要怎么参 要执着梁皇宝燦有功德 所以各位 要动作你就是 那些爪 这样才参会不知道 我们就是 而且带众生苦 众生 痛苦 落地 做床 做高 啊 很可能 那我来替三位 要有这个皇帝的心态 不然的话 你看梁武帝 梁武帝最厉害是妖死 妖死 那公帝很厉害 妖死 因为那个业障 他就像台师 一只狗过去世台 用在洞里面 那只狗刚才 全六天死去妖死 结果他去用 全那边也要死 把他在火箭 就那只狗来倒台 冤有头 债有主 台师一只狗 老毛 我都将你皇帝把你毁了 刚刚释迦族 台 台鞋子 吃鞋子的整组被灭掉 各位你又咬这吗 你们说我没有鞋子 我没有鞋子 我没有鞋子 没吃完 那天我跟他说白带鱼 我早就不记得白带鱼 长到什么样 所以我真的吃了 我败 我真的吃了 白带鱼就要坐到这样 瘦瘦 天啊 那时候小孩想哭 现在想哭 后面就我们这样瘦瘦 但是各位 你要想到你会怕 快去鬼都要拜 对不对 过去祖宫 跟他一天一天 要这样来丢 所以有时候想想 过去无名 想要害怕 赶快好好忏悔 内心里面 那不是只设想而已 心态要想起 嫉妒心傲慢丢 有个个性够壞 你不知道要怎么处理 所以各位个性够壞 你问你老公好不好 问你母就知道 他给你伴四行 有你又没你 老公要来拜两宫 你母要回家 你爱的回家 有好啊 没有好啊 不用来先骚骗骚来说 拜几天 不然要改 那执着一个法 那这样意义就不大 那这样意义就不大 有你又没你 我都没有啊 所以那各位要真心的归三宝 那按照你要了解复合 了解经典 这样去做 去改变自己 这样才有好 各位你要说 我用我的性命 那以资三宝 叫我跳我就跳 叫我当就带 你不要跟他开肥讨论 这样 买到不买买到不买 这样 不知道要怎么做 所以我经常说 你要吃菜 你不要 你不要 后来你就吃不饿了 我跟你说 汽车 你不要吃 我常常给你放 你不要再买这个 买这个没人带 买包 你后来买就用爆料料 买包 但是我们只是慢慢跟他说 慢慢跟他 听 还没有讲完 夜报就来了 这个世界 什么不快 夜报快不快 这个资讯时代夜报最快 你就像一个通讯 一个通级的人 你胸皮跟他放在你的脸书 全世界全都要找你 所以我跟很多女孩子 你不要放你的相片上去 你过去 行载载载载 马上来找你 除非你是隐风照爹 快点来看我 来我带你帮北冬斋 你只是凸显你自己 凸显你自己的话 那鬼就会找你 所以有个人去摸我回来 阿叔我回来 那脚下去要回来 是怎样坐啊坐不下去 白天玩女人晚上做焉供 因为他在做行李 下去喝酒 下去跟女人玩一玩 做焉供他的功德 那他也要来做焉供 那这样以后 脚下去要断掉了 因为有这个夜很重 所以今天你要去做 厌修一切善 要首先厌断一切恶 教法动 要千万不能含着杂染心 一个不好的动机 然后去修那个善 这样就不好了 所以还要完全归佛归法 按照佛法去做 归生 不能讨价还价 没关系我心就不错 这样就好 我也有保持 肉还不错吃 但是问题啊 你这个夜善恶不抵消啊 就算你吃素心 心肝不好要黏人 那也不行 那这个要百分之一百 所以这样才做得到小夹 第二面看到百分之百的改替 你不想像百分之百的改替 想要贪 结果做出来 贪 有意思是说 人贯一百万给你 叫你去救财 你跟他靠一靠的存二十万 所以因为你没有把这个戒 用在你身上 你就展现不了慈悲的力量归身 明白吗 所以各位要完全听佛的 装入我们的法 展现在我们的生命 叫佛法身 那样去本 Ong Ahong 佛法身 是不是 你佛的法进入你的心 没有用你的想法 又去利益众生 要全然的 这样才能得到 永远的改替 所以修行不用顾 不是说你百分之一 修一百遍 而是你一次就可以OK 一次就圆满的接受 不然后悔来不及 后悔来不及 有时候人生就是这样 一下就黑白了 你下了地狱 你真的后悔来不及 一百九十一年 后悔来不及 那人间几分钟痛就这么痛 一百九十一年 就不能开玩笑 所以各位要给你 你给亲戚朋友 怕孙子来说 他不听 他的事 你不跟他说 你的事 所以他们叫我去 要参加婚 我说你要吃素心 吃素心不太对 你要结婚 那些动物都没快乐 你怎么会快乐 我说了 你要办错你的事 我一定会说的 一定会回用的 但是我不能不说 这要讲清楚的 准备好要不要 要百分之百鬼 不要用自己的想法 摸杜菇摸黏粉 反正我也有黏 不是没在黏 很多人都是这样 很随便 用自己的想法 台湾人 台湾人不是败 还有善良 私心比较重 私心 想自己 不敢害 想自己 台湾人要侵略谁 不被侵略就不错 台湾人要欺负谁 对不对 不可能台湾人不错 很善良 但是也不能太自私 不能太有自己的想法 那各位要观想 你好像头上打开的一样 把自己头都打开 然后让佛菩萨的圆满的身口意 引导你 不要用自己的想法 好不好 一心念佛 一心整意散布 我们大家都不忘记 知道吗 世间五个出家人五个想法 那就乱起了 既然出家 那按照三宝的教诫 没人的冲突 但是这个末法就是 就是会有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自己不行 要完全预造佛法 你的生命就自在 就超越 破杯也都要偷笑 小夜账 因为你了解佛法 就别不会抱怨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各位要做一个 改了很快的人好不好 这叫做主缸 一手给你点一下 OK你就改了 要用东西给你塑 你这要改就比较多了 因为夜报一来 你很难处理 所以各位要 完全的去思维 混在想什么 混在叫我做什么 我这句话这样说 不能按照我的个性情绪 欢喜就说 没欢喜就不说 要没就没 那就不是修行 修行要 要随时 以佛法 来引导自己 那各位 对着改替 要好好保护 不需要保护 要好好地理解 这些外表上要表现出一个理解的真心 尤其我们菩萨导是留好 尽力 热忱 悲心 关怀 才会表现出你的人家 站在菩萨导 如果愿断一切 愿修一切 四度一切众生的 要把它显现出来 我们要用无上菩提心 来表现 来治改 要表现出无上菩提心的内容 不是你菩萨导 站在菩萨导是 当晚所有的众生都卖红台 这些高辖红台 我们都很辛苦 不去救给他生命 心不要这样想 菩萨导用心来治改 改替开始说 我今天就没什么心 那是为自己 菩萨导是 人和这些众生都卖红台 都要救 像米力菩萨的心态同样 所以我问各位 站在菩提心 各位为什么要来受八万灾戒 为什么 弄到弄到 但一句话要说 为了成佛 为了成佛 你要普度众生 你没有成佛 怎么普度众生呢 但是为了众生 我们功德马上回向给众生 但是回向给众生 功德更大 然后所有功德又回向成佛 不是回向现世健康 发财 老公对我好 那个不用回向 那个是自然的果报 当然有一些是特殊的 比如说 这个人要给你害 那你要做功德要特别回向给他 也回向给他的祖先 冤亲在祖 这样他就不给你害 不是你怕被害 而是不希望他造恶业 要看吗 不希望他造恶业 要回向给他 他心就会改变 这就是佛法 所以各位 不用烦 不用担心 只管修行回向 不要烦 好不好 好 烦恶就是你对三宝不相信 你相信三宝什么事情都要烦恶 你给他回向 你给他念普遍品 他就渐渐这样 他就没跟你们 不让他造苦业了 自己生生世世分分秒秒都精进在修行 所以不要堕落三途八难 什么时候可以去三途八难 就是说 你已经净到空性不退转了 只有世界再来 你是要去那堵中心 那现在还没有我们就要把握 好的环境姻缘来修行 第二个呢 各位要把握一点 来 永远不恨别人 如果你这个人的内心里面还会恨 还会抱怨 你没有资格修菩萨道 菩萨道是承担众生苦 要干吗 承担众生苦 虽然各位我在说话有时候是个敌 我是慈悲 我不是谴责对方 我没有生气这两个字 但是只是要为对方 该柔软柔软 该借机会也就讲一讲 但是各位呢 但是永远要有一个想法 不但不伤害对方 愿待众生受无量苦 你要把握 承担众生的苦 所有的功德 所有的好处 要给对方 就是告诉我们 要有这个绝对无称的大悲心 承受对方的苦 好 念一下 阿欧恩菩提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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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希望自己跟所有众生 都能够保持圆满的佛的心 无上菩提寺 我们说的一句是各位提寺 你任何时候做什么事 要用佛心去做事 不要用自己的心 所以我们要了解阿弥陀佛 帝宗菩提寺 世间无地佛的心态 那佛心就在经典里面 所以你也要看经典 按照经典来表现一个好的人格 的心态 用佛心去做事 用佛心去做事 都是同圆圆的心 就要帮助众心 所以你只要圆意 佛的心就显显在你的心里面 我们虽然现在不是佛 但是我们看到显显佛的心 因为我们是企业的 在按照这样去做 有的人真的很爱睡 黏沸就是睡 经络就是睡 然后你会有磨障碍 爱睡觉有20种磨会障碍 会让你脑筋越来越混沌 事情越做越不好 脾气就会不好 然后又骄傲又不好 为什么做不好 那你可能强压 用这种骄傲来盖住你的不好 那因为你懈怠 所以各位 不可以平安 什么叫做好 非常有耐心 任何一件大大小小事情 很耐烦很慈悲的把它完成 你要有这些想 你不能说 哎呀抱怨啊 很疼啊 我要做比较高的 我要做比较低的 要样样事情要有耐心 去圆满佛法 特别你有菠萝蜜 别人做 你不可以缺一个 我就補死就好了 我有钱補死 你叫我去做牌子 去餐厅 去餐厅 去剥热 那很麻烦 这些人说 那是你叔父不是法度 那是借口 那出家在家还不是都是人 所以各位 情修六念 这个六念统修力要背 要背有真的每一件事都符合六念法去做 戒律守好 如此的话恶业烦恼习气自然除灭 做人要做到白人倾佩地 在你身上看不到恶业烦恼习气 而且看到不断的减少 不断的在进步 哎呀 这个修行太好了 所以各位千万不要 我多说 医老卖老 老了反而难调了 麻烦了 我们是身体老 心年轻 有你啊没你啊 心非常的年轻自在 像阳光一样 充满力量 充满信心 但是 而不是一种格格不入 你这个人 怎么说 你这个人一定成分 你这个人一定去上品 去到世界 别人都有这个感觉 因为呢 不用等到你 现在就知道 因为你做的东西嘛 不执着事件 往生净土 中道那是下苦 去站在那边 我看一眼 你看看我像菩萨吗 对我看整天 你什么意思 我想百万在家 不行 不行 世间菩萨是要让我们看到 大家都呆呆呆呆呆 你好像一天连灰 站在那儿让人看 所以人要给别人这个感受 这个感受是从你的 心态行为表现出来的 这种外表威仪 真是的 各位要表现出来 世间菩萨 因为我们在利益众生嘛 世间有人 受精神受 不管在这 世间少灾少难 打开生命电视台 就是打开您的心 打开您的心 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 呈现出来 把爱 慈悲 平等 清静的智慧 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 打开您的菩提心 也期望各位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